两场几乎同样阵容的比赛 却有着两场不同的胜负 面对的同样是S组的头部战队 狼和AG 那为何季节的露娜能那么稳呢 其实只要把两场露娜的进场画面放在一起 就很容易看出区别 一个喜欢一只独秀 一个会和队友打配合 这波Fly传送还没就位 队友就往里去压了 无双更是当着三个人直接飞脸 甚至和刚刚赶到的Fly插肩而过 就不能等等咱牛子嘛 毕竟年纪大了跑得很慢 敌人杰加朵猎有两张黄牌或者是两次解控 露娜单人进场非常危险 同样的情况还有这波 Fly找机会闪开的灰漆 这本来是一个好节奏 但这时候Fly没有大招 且距离非常远 无双再次单人进场 队友没办法配合 直接被敌人杰二技能解硬解 秀断大 最后被秒 再来看看季节露娜的团战画面 得知一若没闪 达摩直接闪开 露娜后手进场收割双杀 Double Kill 还有这一波 虽然达摩没有开团成功 但是露娜还是和达摩打了波配合 所以露娜不仅仅需要手法 进场实际和团战画面 也是非常重要的